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署名李斯拉的一个电邮 他这样说 他本人对于现在的香港法官判决遗憾 相信不需要详细说 你都明白了 就是对那个所谓大法官的亲属 一直都没有一个公正公义的判决 他说陈和拱的法律问题 就浪费纳税人的钱 智云的贵赂案 还有一个父家子弟犯法 就是得到一些轻盘 但对于基层人士 就严刑处分 就多不胜数 他说试问这样的法律 还可不可以相信呢 先讲一点事实先 陈志文的费路案 就是6月才开审的 所以没有结果 而至于Aminia Bukari 他就因为违反了感化令 所以就判了坐牢 这个陈振聪和拱于心 那个遗产案 就当然了 就是传媒就娱乐化了 和是花费法庭的很多时间 但无论预众人是有钱 亦都可以去到法庭那里 提出诉讼 是保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所以法庭一定 就要公正地处理 所有的案件 今年年初的 Opening of the Legal Year 即是法律开启典礼 新任的中审法院 马道立大法官 他就发表演说 题目就是法治的要素 他就说 所有法官判案 都是基于证据的 但是即使法官判案 是基于聆讯时 双方提出的证据 即使他怎样公正处理都好 市民一般的观感 就是来自一些传媒 或多或少的报告 一个法官 他怎样才可以保持 这个司法的独立 但同时又不会减少市民 对于他的判决的尊敬 假如我是马道立 我就会明白 李斯拉这些感受 绝对不是少数 作为中审法院的法官 当然是有责任 要确保法官的质素 和判辞的质素 但是贫富懸殊家剧 社会离慢了一股感受 政府是偏帮权贵的 其实个别案件 很容易令到市民 跳到同一个结论 法院是没办法 独立扭转这个大环境的 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 but seen to be done 这句说话就是说 司法不但只要公正 亦都被人看到是公正 但是司法人员 就不可以像其他的人 开下记者招待会 解释下每一个判决 后面的理据 请你不要怕 不要乱 不要放弃 因为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假如我是马道立的话 我就希望律师 他就多些去社区那里 去解释 和去服务市民 还有 就是自从2000年开始 其实没有律师代表的诉讼 是越来越多的 在地区法院来说 是超过五成的 亦都在高等法院来说 是超过三成的 而是一直是有增加的趋势 所以我希望呢 就是政府可以扩大法援 特别是辅助法援 这个是会帮助中产 可以打官司 可以减少那些 没有律师代表的诉讼人 我相信呢 这个是会有助市民 增加对法院的信心 好像我后面那种东西 精力又正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